公安大学勤迪技术教官 副教授 九岁习武 练过多个拳种 到今后从刘铁林练省翼拳 从杨振基 吴图南习太极拳 从张晋学琴那树 后外入著名武术家李子宁门下演习八卦掌 常年担任各类国际国内及全国公安系统的 武术三大比赛的仲裁裁判长等职 近年来几百家所长将传统口诀 融现代科学系统阐述琴那基里创建肇事琴那 肇事琴那 肇事琴那 走 就开始了 赵大元老师常年从事武术和军警琴那格斗教学 多次与各国武术军警来花团体和友人进行格斗 与安全防卫技术交流 还曾应邀赴韩国 德国 意大利 美 英 法等二十余国 进行学术交流和教学 是中国当代少有的在传统武术 类开国际 军警格斗三大领域均有建树 且既有武术文化传承 又有世界视野与现代科学知识的武术家 也正因为于此 他对于中国传统武术的侠语所见 以及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逐渐衰落的原因 有着极其独到的见解 因为你 中国武术不是体操 不是体操 不是舞蹈 它的灵魂核心是 实打 凡是体育竞赛 规定的犯规动作 敬打部位 恰恰是我们传统武术的 要打手 必须要打的 必须要做的 那天我带的干劇班 都是什么 侦察拍展啊 侦察参谋啊 他们刚从越南前线回来 确实实实在进入了一丝我活的心 俩说一句话 这时候一掏就掏出 掏出一小辈子 揪着一拧 光光就吓着 我一跪 膝盖就跪着上 我说 你们请我来交流 是假的身子不尽 不是体育竞赛 明然他这武功 近百年来没有实战 好多老权师 和我可以说 他一辈子连打架都没打光 甭说三百万种人了 就妈 经常打架那小流氓 你都比不了